大家好,星期二日报,今天是2022年10月4日星期二 今天看到一些报道,就说近期乡郊地方的工业都受到威胁 计算这个芝技芥木厂要被收作地皮发展 这个Mailfong也有饮品盒的回收厂 就要跟科学员逐约出现了问题等等 今天又有一间就说在屯门新庆村压立了40年 每天都为食市、街市、建筑业提供高达800吨冰粒的得补雪粒 也有机会因为位于南地 想着会在公屋的范围、供应房屋的项目范围内 所以要被收回 他的执行董事就跟报纸说 公司一直都未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用地 因为其实制冰业的投资都非常巨大的 所以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达至收支平衡 加上厂房其实本身自己的厂房是有五个巨型的水塔 所以普遍只有一两个水塔的公厦 还有公共水塔的公厦就很难满足到他们 他们搬去公厦也是不行的 因为其实他们公司本身已经是由2000年开始 就在河田街的一座公厦 就选址搬到新庆村这个五万呎的用地 除了有两成土地是租用一些祖堂地之外 其余都是自己的地皮来的 而且他就说这个冰厂其实位于公屋的项目的边垂的位置 也都曾经有问过政府可不可以将它们剔除 最终政府就回复这些做法会严重影响公屋的兴建时间等等 那么他说其实他明白的当局要去工业这个目标就非常明确的了 但是他公司就说他自己公司在各行各业服务了几十年 服务范畴那么广就不是一些夕阳工业的 他说不是说你说拉闸就拉闸的嘛 我们比较多人认识的就是肖邦或者如果讲到做兵这些 其实其实其实都好像是这间的 原来他们都市场占有率去到有两三成的 他们向各大酒店、汇所、连锁餐饮集团、主题公园等等提供一些柠檬片的都有 鸡蛋、粮油雜货都有 客户有超过3000个 综合全部的产业都保雪粒说每年营业额有成亿的 原来 不过我以我所知这间公司始终位于这些围村位置 有租用祖堂地 其实跟围村人好像相当之熟悉 他们都很熟悉 好像那些什么天后弹等等都会去的 大家想想这间公司是一间什么公司 相对都是千丝万楼 以上的内容暂时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记得按like 看广告 建设性留言 社交媒体分享 订阅Patreon频道预费赞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展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